码头上数十辆装甲装备完成编组整装待发 随着某大型登陆舰艇精准靠岸 官兵迅速完成装载准备 官兵们依据船舱承受能力 对各种装甲车辆进行定点定位依次装载 为确保舰艇靠岸后 部队可以第一时间投入战斗 所有车辆装备都采用倒进正出的方式进行装载 这对驾驶员和指挥员来说都是个不小的挑战 由于船舱空间密闭 驾驶员事业受限 这就需要驾驶员有良好的车体感 并且能与指挥员的指令密切配合 才能精准地停到事先定好的位置 确保车辆登船全程平稳顺利 装载过程中天空突降大雨 为防止履带装备打滑 官兵们快速铺设防滑电 同时海上风向变换多端浪涌起伏 官兵们在舰艇离岸前 对所有装备进行捆绑加固 此次装载航渡训练 这个旅还针对时装远航 卸载上路 跨海通信等重难点科目 进行集中攻关 探索复杂条件下装卸载速度和运输能力 我们围绕应急装载海上通信跨海投送和临时码头应急卸载等实战科目展开训练 依托无线通信网络进行全程指挥 实现跨兵种协同配合 锤练参训人员装载航渡应本领